一条线 一个Twisted Pail 有一条线 那 那我们大家都是 都连到一个设备上面去 可是那个设备呢 逻辑上仍然是一条线 那这个Hub做什么呢 所以 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同样的连到这个上面 但这个Hub里面 它没有什么Frame Buffer 然后也没有CSMA CD 基本上大家就还是在抢 所以Hub是最早期的 现在大家都不太用Hub 最早期的一个 只是方便我们线的整理 把资料连到上面 但是这个 实际上逻辑上面 还是这条线大家在抢 没有 没有这个储存的这种概念在上面 那 那Hub 当然可以interconnect起来 我这些Hub连在一起 基本上就 意思概念就是把 把线通通连在一起 把那些 Hub 中文叫极线器 把这些线 你不用再 拉一条线很长的在做 那就把线都要集中 集中在这边 那Hub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所以它逻辑上面 仍然是一条线 所以 没有什么好处 但现在我们用的 大概都是用了Switch 都是用所谓交换器 那Switch的话 Ethernet Switch的话 里面它有多一些功能 Switch的话 它是一个link layer的这个 device 它有点像router 但是它router是layer3 Switch通常都叫layer2 这是它是在link layer 在media answer control 在第二层的 这个设备 那它 同样 它跟那个Hub不同呢 它会做储存 然后会forward Ethernet frame 它是处理第二层的这个 的这个 Porto Data Unit 处理这些frame 然后它会把它储存再转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Switch里面 它就有这个能力 有储存的能力 这个设备 你可以想到它也是一台电脑 我们所有东西 设备都是一台电脑 不管router还是Switch 那它有储存 然后它有传送的能力 那它会 它会check什么 因为它是第二层 它会check MAC address 那router是第三层 router我们上一次 这期中考前 在谈router的时候 它是check那个IP address 它是做routing用 所以它check第三层的address 那这个switch呢 它check第二层 下面算第二层的这个 rmac的address check MAC address以后 然后再看 我看到你的Mac address 它看你要往哪边送 那那送的时候呢 是transparent的 就是你 那host 它transparent是什么意思 就那些连上switch的这些 这些电脑 它根本不知道 有这个switch的存在 它是transparent的 它可以帮助我做很多事 跟hub也是 hub电脑也不知道 有hub的存在 因为它是一个dump的 这个dump就是一个bent 或者是一个 它只帮我们做传递 我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那 那 那帮我们做 那它是plug and play and self-learning self-learning这个概念 对switch来讲是有点重要 我们等一下再来 看一下 那switch 如果是大家一起要传送的话 怎么办 switch的话 如果是hub的话 一起传 就是一起 碰撞 碰撞 碰撞后再重传 就照我们Ethernet和CSFACD 那个方式来做 那 那switch呢 它因为它功能比较多了嘛 像这样这里 它有buffer 它这里有几个界面 这switch有6个界面 12356 1就连到A 然后 2就连到B 3连到C 4连到Aplum 那它有buffer 那 那这个 它可以switch A到Aplum B到Bplum 然后这个等等 那 同时在做 而不会碰撞 如果是CSMS CD的话呢 如果A送到Aplum的时候呢 B就不能够送到Bplum 对不对 C就不能够上Cplum 对 那switch是什么呢 switch因为它有buffer 那它里面有逻辑 所以它可以同时的 我这个interface是空的 是没有人传的 我这个interface 从source到destination 是可以动的 或是我有储存能力 我可以帮你暂存 所以它可以同时的接受 多个一起传或送 所以它基本上它等于是 已经跳脱了 跳脱了CSFACD了 就是它已经跑到 但它还是followCSFACD 但是它可以做这个 同时的 simultaneous的 多个同时的传输 那是成功的传输 不成功的就不用弹了 那它怎么做呢 基本上它是靠一个 所谓的forwarding table 其实跟routing很像 它有一个table 那这个table里面呢 有mac address 然后interface 哪一个 然后timestamp 就是说 就是你从 你是哪一个 这个 你要送到哪里 我就从这个界面 帮你传出去 那它跟routing table 一样的这个东西 因为它可以看 它要看 它要处理嘛 hub的话 它是不看 不处理的 它等于要把线集中而已 集线器 只把线来集中 一个switch的话 它会看那个mac address 看那个header 然后它会做处理 那这个怎么样的来做呢 基本上它有所谓的self learning 为什么switch能做它的self learning 那怎么learn呢 其实也不是怎么learn 就是它 它把 收到这个frame呢 我知道location center 我知道这个location是哪里 这个center location是哪里 像这边 我这个是要从A送到A 这个A从这里送出去 那这个时候 我这边就在这个switch table里面 就switch里面 我们看这个 所以它建一个table 你是从mac address A进来 你是从interface 1进来 我给一个time to leave 这个 都这个都 这些 呃 存在 储存的 在网路上面储存的东西呢 一定都会加一个ttl 因为 它不是永久不变的 可能到时候 等下有人把电脑移开了 等下这行动装置就走开了 或者进来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都是 一定要有ttl在这里 那mac address就是 从A从interface 1出去 那然后 那我收到了以后呢 算收到以后呢 那我要做处理 我们直接看例子 这是演算法 直接演算法 不看演算法 那怎么处理 我把它 就是调整table 送到 送到这个switch 不然可以送到这个 location是unknown 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 那就做flood 对 一样 跟 跟刚刚的那个 跟我们医生的一样 但是 他这个flood 就不是 这个flood 就不是我们在线上直接flood 是 是有一个 有能力的这个中介者 在帮我flood 所以switch 他来帮我做flood 他做flood 跟我们一个 一个host 做flood 有什么不同 我们host 是做flood的话 我们跟大家都一样大 可是我在我们 这switch的switch 是中间的 这一个装置 他来做flooding 他来传给所有的人的话呢 所有的信息 还会再传给他 所以 所以他 他等于是有个中央的 这个 当然他的能力 要比别人强 他要能够储存 他要能够 就网络这个部分 host 能力当然是最强 但是我们host 但是我们host 所以 他就做flood flood 那apline 收到了以后 就回头告诉他 告诉他 所以是apline interface 4 apline interface 这一个就加入了 这一个 forwarding table 加入switch的table 所以要传的时候 因为他在mac layer 注意到 我们一再讲 这是在mac layer 你可能 在这里看的时候 常常会把他 跟network layer 把他混在一起 但这边都是在mac layer 然后接下来 告诉apline apline 就可以传到 那这个 这个就是基本上 就是switch 所谓cell learning的 那个概念 就在这里 他 他帮你来 broadcast 然后他得到了 这个讯息以后 他就学到一个 那等一下 第二个 他又学到了 所以他把每一个 他 等一段时间以后 他把每一个 这个interface 在哪边 每一个 这个mac layer 他都学到了 那接下来 他就不用flooding了 他就直接的 就可以帮你传 所以这个是 呃 我们一般 如果在传统的 那条线上面 或是一个dump hub 一个这个被动的这个hub 没有办法做到的 当然switch就比较贵一点 那相对 我记得我们 第一次买 第一个switch的时候 刚出来的时候 一个switch 这个12个port的话 大概一两万块 这个很贵的 一个switch 一两万 100Mb 现在都非常便宜 那当然这些switch 还可以通通把它 连结在一起的 你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switch就等于是 跟hub连结在一起一样 你们互相之间就可以 这个 呃 就更方便的传递了 好 那这mati switch 我想我就不多谈了 我们在学校里面 就 就可能有很多的switch 再连在一起 在学校 一个大的组织里面 这是switch跟router的不同 这关键上再澄清一次的 switch是第二 layer2的 router是layer3的 所以switch呢 在这里 router它一定是network layer的 所以router router要出去的时候 我们经过router 那在switch的话呢 它是转到frame router是管到datagram 所以这个router跟switch 那router是要管到ip address switch呢管到mac address 这个media access control的address 这个physical address 好的 这个是一个hub router switch的比较 它traffic有没有隔离 hub的话就完全没有隔离了 router跟switch都有隔离 是不是plug and play router不是plug and play hub跟switch都是plug and play 因为router它要做设定 它不能够plug and play routing的话 当然router做routing 那cutthrough的话 这个hub跟switch都有 好 那 我想接下来可能是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大概十分钟谈这个 十分钟谈这个data center了 后面的mpls也许就打跳过去 那接下来是这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 然后也是相对比较新一点的一个观念 virtual lane 其实也不新了 大概也有20年了 但是对 对这个 对区域网络来讲 如果你知道像我们刚才前面谈到 都是传统的区域网络的概念 Ethernet 或CSMA CD 这些 这个都是传统的 用switch 都是传统的 那virtual lane 是一个 什么意思呢 像现在 我们这边是有 Compute Science Electro Engineer 还有Compute Engineer 假设我们学校有三个系 这两个 就看我们跟电机系好了 这自工系跟电机 电机系两个系 那我们 我们连的这个 电脑是这个样子 连到我们自工系连在一起 这个 那这个是很简单 如果是 我们自工系电脑都连在一起 电机系连在一起 那这 layer 2 的这些 broadcast 那 那他们都是在一个 single broadcast domain ARP DHCP 这些都是 都是在一起的话 那 那跟在一起混得用 就好了 对 但是呢 可能我们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的现象 就是说 假设我们都连在一起 我们都是连在学校的 但是我们这两个 我们这两个电机系 跟这个设备上 都连在一起 都连在学校 但是我们这两个系的 这个管理呢 我们想分开来 我们都连在一起 但是我们管理 要连开来的话呢 那这时候就可以用一个 所谓 Port Based Virtual LAN VLAN 那就Virtual OK 就我们实际上连在一起 但是 但是我们把它划分成 这个两个 virtual的 这个区域网络了 我们是在一个 physical的switch下面 那这样就不用买很多switch了 我们switch如果够多的话 你们够 powerful的话 那我们就两个系列都连在一起 但是我们逻辑上面 把它划分成 两个 两个区域网络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就你如果你们这个互相之间要沟通的时候 你就不用出去到外面 不要让你们自己在你们家里面 发生安全啊等等等等 就是这一类事情 你们自己可以做一个VLAN的管理 跟LAN LAN一样的这个管理 就做一个区隔 我们把两个系的这个分开来 那这是一种 Virtual Land operate as multiple virtual switch 就实际上连在一起 但是运作的时候呢 很像 自工系的一套 这个电机系的一套 这个样子 那 那当然这个用Po来做 就很简单 就是 管理者事实上就是做设定 逻辑上这样 管理者就是做设定 然后游戏 那 重点是 下面这一点 Dynamic Membership 那Po呢 是要Dynamic Assign Among VLANs 那这样就变成什么 其实我们在连接的时候呢 我们有些连接在 在自工系的这个 你感觉在自工系这边这块区域里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连到 留给电机系的在IP那块用 那在电机系这一堆电脑里面呢 可能也有自工系的来用 所以逻辑上的 这Pod-based 你的Pod是可以动态的assign的 所以你可以动态的assign的话 就表示说这有很大的弹性 那 那这个哪边是一个 这个区域网络呢 是可以这个调整的 那 所以在Virtual Lens 之间呢 我们是可以做互相的 这个Forwarding的动作了 那然后 甚至上 甚至可以怎么样 Across Muppet Switch 这个就是 更超过我刚才 刚刚我们是连在一个Switch上面 有两种Case 一个是我们连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划分两个Virtual Lens 但是更常用的就是现在 我们看头影片这个 就是 譬如说我们跟支管系 支管系在另外一栋楼 对不对 那支管系里面 有一台 有几台电脑 假设是我们在管理的 我们在 那可以把他的那个部分 Cross 他的这个Switch 这个东西 归到我们这个Virtual Lens 一起来管理 那 那在传递的时候 也就是说 实际上面 我们系上的网络 跨到支管系那边 就实体上面 连结上面 是在支管系那边 但是我们在管理的时候